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速进会 欢迎来到李明拿卡西 在永伯身旁的李明游 你们记不记得 之前有一位听众 来我们点唱机 点播蜂勇力行的歌 记得啊 那段脚本就是我写的嘛 快点自我介绍啦 有啊 我后来也去听了蜂勇的歌曲 我觉得跟他比较有名的 角色的形象差很多 我才想讲 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 像是Rebound或是 Dulalala前期那种 好孩子的形象 结果唱起歌来 也差太多了吧 你没钱你没钱 但是你看太少他的作品吧 其实蜂勇力行 也是演过不少 比较酷的角色啊 你们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人家漫画是自带BGM 可是听蜂勇唱歌 却好像自带剧情一样啊 真的耶 比方说 我们之前放过 Dulalala的OP 就是这样啊 哎呦 到底在唱三个什么劲啊 真是的 我也有听到一首 是他跟那个 对啊 呃 呃 永伯 永伯你什么时候 而且永伯 你也懂蜂勇力行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也懂蜂勇力行啊 这很没礼貌 很失礼耶 对不对 该做的功课 本博当然会准备好了 是不是 倒是你们啊 到底准备好录节目了没有啊 谢谢你们三秒之内 讲完自我介绍 预备开始 大家好我是大年 我是卡鲁 请听来自 Dulalala无头骑士 逸文录的游戏版主题曲 由蜂勇力行演唱的 Reason 都收心了没有 是 不过啊 我也是可以理解 为什么你们刚才会议论纷纷了 因为今天啊 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的 就是让人觉得 好孩子唱起歌来 帅成这样 没道理啊 的声优歌手 蜂勇力行 原本呢 只是一位听众朋友的点播 结果却意外导致我们李明掉了坑啊 真的 哎呀 这个电播点唱机 真是一个罪恶的冤手单元啊 没错 没关系 我很愿意受罪 请大家多多投稿 电播点唱机 还有李明相谈是 让我们受更多的罪吧 好啦 没有啦 回来 说到这一位蜂勇力行 这个声优歌手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 应该是他作为声优的表现吧 像是家庭教师 Reborn的 入江正一啦 或是迪拉拉拉的 龙之风地人啊 东京石石鬼主角的 青梅竹马 Hide等等 但其实 小时候就已经作为 音乐剧演员出道的蜂勇 不仅长期接受表演训练 就连歌唱的基础功 也打得非常扎实哦 是的 小时候的蜂勇 所参与的 阿陆狗音乐剧系列 从1990年代到2008年间 培养了很多音乐跟戏剧的人才 其中的一些演员 后来也成为了声优 而且也都跨足歌唱领域哦 像是多田葵 名种家之 摘腾彩下 还有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 蜂勇力行等等 其实日本早期的 声优养成 还蛮仰赖剧团的训练 有很多声优 都是在剧团待了很久 才跨足配音 另外日本的音乐剧产业 也比台湾成熟很多 像是声优 版本真零 从小到大也接过不少音乐剧 所以日本等于是有一个 声优跟演员的人才库 整个表演艺术产业 彼此互相支撑 而蜂勇就是其中一位 在从事声优工作之后呢 对于流行音乐 仍有自己的见解 想要表达的歌手哦 我觉得他的唱法 比较接近音乐剧的表现方式 好像呢 总是会有一个情境 然后在语气上面 做出非常丰富的表演 我想这就跟他的成长背景 非常有关 马上就来听一首 由蜂勇立行与上村又翔 所合唱游戏 诸神的恶作剧的角色歌 ZUKI TO NAGI 广告回来 再继续聊聊 蜂勇的音乐表现哦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浮海无涯 回头 啊 你现在听到的是 来自动画网球王子的角色歌曲 蜂勇立行早期的作品 Honey Bee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 李明纳卡西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位 很常饰演好孩子角色 唱起歌来 却帅得没道理的 声优歌手蜂勇立行 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聊到蜂勇在小的时候 曾经接受过音乐剧的训练 长大之后演唱流行歌曲的时候 丰富的戏剧感是他在同一世代的声优歌手当中 取得了独特的地位 从他的作品列表来看 虽然蜂勇在从事声优工作十多年来 一直有演唱角色歌曲的机会 但是他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 却是最近这三年多的事情 对吗 没错 其实刚才提到他小时候受的音乐训练 不仅展现在他的歌唱上 也展现在他的创作能力上 是的 他会自己写歌 而且产量还不少哦 甚至不止一首作品 被选为作品的OP或是ED 当中就包括了动画 Dulalala 2 转的OP Day You Left等等 不过这些创作之所以能被我们听见 要从大约三年前左右的一个契机开始说起 蜂勇因为歌唱表现 收到认识的制作人的邀请 开始了独立音乐的创作跟演出 听众的反应还不错 后来他参与配音的作品 Dulalala的动画团队 也就正式跟他邀歌啦 嗯 不过虽然都是写歌 可是讲求创作者个性的独立音乐 跟讲求市场性的主流流行音乐 毕竟还是会有创作方式的差异 蜂勇在访谈中提到 当初在为Dulalala写歌的时候 跟制作团队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 除了丢出自己的想法 也要试着跟制作团队的意见磨合 也有些时候会不小心把自己的个性保留太多 结果反而被制作人说 我其实想听到更多大家不知道的你耶 怎么感觉有点烦啊 真的 到底想怎样啊 这种感觉 不过这些练习的过程 应该都会成为他成长的重要养分哦 我觉得啊 这就是一个过程 也许你的基础功练得还不错 但是如果要你自己独当一面 还是免不了要经过很多的磨练嘛 还有要持续跟人互动 持续学习 像风勇这样 除了演唱别人提供的歌曲 最近也尝试自己创作 我们身为听众 也是可以感觉得到 它不断的在累积跟进步哦 我们今天比较没有机会让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蜂勇自己独立发行的音乐 我觉得会听到很多他对生活当中的事物的想象跟思考 是比较个人的东西 那至于他为商业作品提供的歌曲 就非常需要贴合作品的特色 比方说像德拉拉拉这种作品的歌曲就要很帅气啦 或者是带点奇幻 充满对现状的挣扎之类的 而且在作词的时候 也要试着表达剧中角色对彼此的想法好复杂 这就跟他本来喜欢的那种 他会创作的那种都会小清新的风格差蛮多的 当然编曲多少会有点影响 但是其实旋律写作的方向本身就差很多了 说到要配合作品的风格 就让我想到他还有为其他歌手提供也是丢拉拉拉的剧中歌曲 因为故事里面有一个偶像歌手 那个Luli 他虽然是当红女明星 但是身世其实很黑暗 所以制作团队就跟蜂勇立行说 风格既要偶像歌手 又不能太偶像歌手哟 结果蜂勇就 What? What did you say? 我知道 我有看到那篇访谈 后来是往追名林晴跟东京事片 再加上偶像歌手这个方向去创作 好复杂 对 结果也是经过很多次的磨合才得到满意的结果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好笑的是 风勇说当他听到自己的曲子被歌手唱出来以后 感觉就像自己的日记 被同班女生看到一样的羞耻 哎呦 我觉得好萌啊 哎呦 你们这些迷媚啊 歌曲可以萌 声音可以萌 连这种花边小事也可以萌 不要再呵呵了 卡鲁 你很吵一直 对不起 好安静 还真是把偶像的价值利用得非常彻底啊 虽然我也觉得他的形容还蛮可爱的啦 什么东西啊 假的 你们刚刚听到都是假的 我在开示你们 懂了吗 你们听错了 好 我听错了 我什么都没说 对 没说 好 脑袋是一片空白 来听歌曲 好 刚才听过矛盾挣扎跟蓝色忧郁的歌曲 现在来一首充满阳光的歌曲吧 来自蜂勇力行个人专辑的同名歌曲 Music of the Entertainment 其实啊 这样一放下去 整个曲风的差异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这首是他自己的歌曲对吧 有搭配什么作品吗 没有 就是他写的歌没有搭作品 那是因为你故意这样子挑选歌曲来播出 也不是啦 我虽然听不太懂歌词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 就是一个好孩子在唱歌 很开朗的歌曲 那前面三首到底在忧郁个什么劲呢 也不只是忧郁吧 还有一点 我等还应该不止一点 我很想加入你们 可是脚本上说我必须打住 好乖哦 我觉得可以从这里推敲出 一点点蜂勇力行本来的个性 应该就是有点可爱 开朗 然后认真 看待周遭的人 用心生活这样 真的 像是他有几首单曲都是 本来只是半开玩笑的性质 写给朋友 结果竟然就认真制作 最后就发行了 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给深优好友 木村良平的生日歌 Encounter 后来也成为蜂勇力行 第一张独立发行的单曲哦 这种个性的他 不被其他作品拘束时 所创作出来的歌曲 当然就会很不一样咯 哦 我知道啊 还有一首那个 写给内山昂徽的Bounce 对 还有香菜 他写了超多首曲子 给深优花泽香菜 结果去年年底啊 蜂勇力行公开自己 结婚的消息的时候呢 香菜还在广播节目上 开玩笑说 你都没有跟我道歉 我好像被你白白玩弄了 哼 然后蜂勇就马上做了一首 道歉的歌给他 呵呵 你好意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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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怎么突然沉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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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啦 很奇怪诶 我说了什么吗 诶 我觉得 达内 我好像知道 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沉默了 我本来是一直想避开的 还是被讲出来了 像蜂勇力行这种 唱起歌来 帅成这样的好孩子 竟然结婚了啦 我们要相信感情了 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换个角度来想 蜂勇力行进入新的人生阶段 说不定会有新的体会 还有成长啊 是不是 而且啊 他又是一个这么用心生活的人 未来他的音乐创作 还有配音 很可能也会带给 迷地迷妹们更细致 更深刻的感受 是不是 二位 好像有可能哦 以后的作品 会让你们传得更厉害 也说不定 好吧 我愿意等 节操呢 不要这样 好了好了 今天呢 我们很快地浏览了 声游歌手蜂勇力行的成长 还有创作历程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 在欣赏帅气的歌声之鱼 也有所收获 节目的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来听一首 可以抚慰各位受伤心灵的温暖情歌 收录在蜂勇力行 个人创作专辑的Valentine Season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今天在动漫 我要听FB粉专 一起实况聊天的朋友 希望大家也能够到我们的 天空部落格 查阅节目的相关资讯 或者是给我们批评指教哦 今天的录音花絮会在下周二上传到YouTube 欢迎点阅回顾 如果你有任何的喜怒哀乐 想跟我们分享 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 利用李明相谈式的投稿票单 来跟我们聊聊哦 同样欢迎来逛逛永博 跟我们各个李明的 个人FB粉专来追踪电波 李明们的最新动态吧 没错 快来按个赞 期待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动 还有交流 节目最后 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的 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